全港規模最大的維園連銷市場攤位鏡頭 在灣仔醫館舉行 吸引到大批市民到場鏡頭 焦點之一當然是近銅鑼灣面積最大的快餐檔位 抵價是30萬1920元 但成了第一口價之後一直都沒有人再成價 30萬1920元三次成價 結果以抵價成交 較去年51萬大跌四成 都是賣魚蛋 一樣 便宜一點 未知 去年蝕今年所以便宜一點 希望補回這條數 食環署承認 鏡頭氣氛較往年差 但不認為成交價過低 我們都覺得這個 底價是一個合適的底價 既然有人成頭 我們沒有一個定了的 預定的成交價 否則政府故意 要推高價錢 又被人指責 會否加劇通脹 他又說投得攤位的鏡頭者要簽署聲明 沒有跟其他人串謀或者協議為標 如果證實有為標的情況 可能要負刑責 至於其他失貨攤位的底價是8750元 相對鏡頭氣氛較為激烈 其中一個衛市交街的攤位 就會在下星期一開始競投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黎智浩報導 好 好 好